记者正影响台北报道 OZONE紫祥初心告白族曲《申奇》 马·孤勇哲来video二分之六 于YouTube正式上架 图索尼音乐提供征服北第一男团 OZONE一连两场的one and only演唱会结束后 相继推出原本solo与组合演出的 因缘和MV 由于哲言、幻君、嘉晨、安、文婷的单区 都已陆续释出 唯独紫祥迟迷 消息让粉丝们心急如焚 不断为他敲碗上架 日他和文婷的刀马蛋来video终于上架 稍稍让粉丝们安 但仍挂心他的solo演出是否会上架 OZONE紫祥初心告白 屈申奇白马 孤勇哲来video二分之六 于YouTube正式上架 图索尼音乐提供今日二分之六 紫祥的solo初心告白族曲《申奇白马》 孤勇哲来video终于要在YouTube推出 然而 数位姻缘却仍没能如预期正式上架 索尼音乐总经理许维源对此表示 我们积极地和版权方联络 但最后还是无法得到授权 觉得非常遗憾 紫祥的努力大家都看得到 未来一定会有更多好的作品呈现 而紫祥得知这个消息后 直说 我 大家一样 知道的时候觉得很难过 知道公司要力帮忙争取 却还是没有办法上架 真的很可惜 过还是会在YouTube上架来video 大家可以上去看MV和听我唱歌 时也非常感谢粉丝对他的支持与爱戴 OZONE紫祥出 组曲《申奇白马》 孤勇哲来video2分之6 于YouTube正式上架 在筹备演唱 solo表演时 紫祥拿出了不同于 大家平时看到他所 现的舞蹈 快歌面貌 决定以歌声征服观众 选唱 曲歌后 徐佳莹的《申奇白马》 金曲歌王陈奕迅的 勇者 更融入原著名传统歌曲谷调 一次挑战台 中文 阿美族语三种语言 回想筹备演出的期间 想可以说是吃尽了苦头 他表示练唱《申奇白马》 时候 被制作老师叼了非常久 除了他本来台语 不太轮转 再加上这首歌台语部分是戏曲 要有特的韵味 花了很久的时间揣摩 但我有提醒字 不要为了去揣摩 而忘了自己本身的特色 很努 做到这件事 孤勇者的困难处则是 英语很广 高 很高 也让他投入了大量时间练习 让高音冲上 笑说 觉得演唱会后 自己的唱功真的有进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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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